这全是房车 我没见过 我先去里边看看 你们那些网友不也都没见过吗 你看看 看看车 看看车 可以了 这叫自行房车 自行房车 自行是 自行是一体的吧 拖挂是 没有做一体的 带发动机的 像我们那个就是 拖挂式 你们那是拖挂的 这这里头 我穿鞋上去行吗 行 最好是不上去 人家都拖爷的 我就站这 我看看 你这前面 这是三个座椅的 它是这样 三个座椅的 这有一个内厦 这能转过来 这两个 这两个全都能转过来 这两个座椅 这边是它控制 这个控制房车的 这些东西 对 音响 然后 这个床是这种山下铺的 对 山下铺 这个是 卫生间 对 这是一个 灶台 洗手台 这是什么牌子的房车 这叫大通V80 大通V80 这个车大概多简 30多吧 30多吧 还是这个 它这个网是后加 自己加的吧 原车带 原车都带 然后这个地方我看他们做饭 桌子做饭啥 做饭时候都在这做 当那个什么 就是桌子 完了那个还可以做饭 这个灶台是从这烙出来 对对 这个是烧啥的呀 这个是烧漆罐的 漆罐 漆罐在哪放着呢 漆罐给那边哪放 它是连着的是吗 对 这边就是油盐浆土 这边是那个罐 瓢瓢啥啥啥 这样的 我看这后面 行不行 后面挂这些 这这样车就挂这样形的 一样让挂是吧 啊 行不行 和爬梯 和爬梯 上面放的是那个 太阳能板了 就是是吧 太阳能板了 哎呀 房车是好哈 这车多长呀 5米9 5米9 5米9几 5米9几 5米多 大公应该5米7几 这个5米7几 你那个啥 也就是CE 驾照就能开是吧 对 C驾照 哈喽大家好 我小鱼 我今晚露营的地方 你们看 全部都是房车 要不就是 他们那个 自驾的 就是一体式的房车 要不就是那个拖挂房车 整个这个营地 基本上全是停房车的 然后刚才跟他们Locker也说了 这个地方 就是哈尔滨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停房车啊 这地方是哈尔滨那个大剧院 旁边这边有一个小的这个停车场 好多啊 我刚是我刚过来的时候我都愣住了我去我说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地方不能有人呢 结果一来我一看就是房车营地了属于全部都在这 而且是免费的啊 这个停车地方不不需要花钱的 我跟你说一下啊 这个叫B型房车 B型房车这个叫 就是外观不不改动 叫这种叫C型房车 这这种 对这种 这种 这个是C型房车 带他有个大隔头的 啊 他就把车身改变了 这个车身大 啊 他这个有拓展出来的 对 他这个到时候还能收回去是吧 对 有带拓展 有带拓展 啊 这个是C型 C型 这是B型 C型就是大呗 大 B型小 对 啊 大哥你也是玩自媒体的啊 那我去年走的时候我也玩了 啊 我玩了一段 啊 那你们都去都去哪儿了 我就去年 他去地儿住了 那我去年给云南那边了 我这走四个月呢 去年 走了四个月 那那个哪儿 你就是西藏那边去了吗 没去 今天打算去没去 啊 新疆北疆我去了 啊 南疆没去的 南疆今天秋天去 今天秋天去 是不是秋天景色漂亮 对 8月份 那赶我走到那儿 就那个月份了 8月份到那儿行 啊 我走到那儿 就差不多那个时候了 对对对 8月份走那儿 啊 那你们家就是哈尔滨的是吧 家就哈尔滨的 就是那啥 这天气好 就算是环境好 过来住两家是吗 在家都不在家住 有家都不在家住 出来玩 哈哈 家都不在家住 这些车这不都哈尔滨的吗 家都在哈尔滨 我看了那车牌全都是哈尔滨 没有外地车 是啊 那就有一个好像是广东 不是 那是什么 说话的呢 这个 绝大部分都是 这个啊 三百 大哥在这玩不人机呢 那叫十年了 对 那叫十年了 看起飞 十年不定飞 就自己走了 这玩意真挺好 哦 飞起来了 我没有无人机给你们蹭一蹭 看看我们这大剧院哈尔滨 大剧院上空 航拍这叫 对 航拍的效果 飞机这叫航拍吗 真好看 我只能这么蹭一蹭了 让你们看一看 然后本来我和我闺蜜两人都已经想要休息了 然后今天我们找的这个营地呢 全是方车嘛 哦 我们发现那块有一个唱歌的 我们想过来看看 蹭蹭热闹 我俩回车里头了 我们俩在这看了半天 然后他们好像都不好意思了 我俩就走了 他们不是专业的那什么 他们可能就是一群就是年轻的孩子们 在这来这玩 我看有照相的 反正也有拍专门拍摄的 感觉好像就是过来玩的